大家好 我是努力台灣教授柚晨前助理首席林佑晨 今年的8月8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日子 他除了是父親節之外 更是大家來約的一個活動 大家來約特別要請我們 在這一次跟他們一起訪問演出 我很希望大家共同來一起欣賞 那在這一場音樂會裡面呢 有哪些歌曲是老師特別推薦 或者是特別有感覺的歌曲呢 我覺得葡萄園或許很多人會害怕 但是我跟大家說不用怕 你們來了就知道 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們改變了很多的努力 讓大家能夠要選得更上 那在這次的曲子裡面 你有沒有特別推薦哪一首歌曲呢 其實有很多很好聽的曲子 比較西洋音樂的有 有中東花圖啦 有海海人森啦 有淚光閃閃啦 有黃昆的故鄉 這些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而且我們改變 做我們的改變以後 是非常好的 請問老師 您對於父親節的感想是什麼 爸爸 我爸爸去世大概五年多 五年六年齁 這五六年當中 我其實常常想她 常常相信她 我覺得我小時候是 不是 家境不是很好的家庭 所以她是一個老師 她希望我成龍 希望我的姐妹成鳳 在那個引導之下 她其實脾氣不是很好的一個父親 對 所以她是 所謂我們古時候說的 嚴父 那我媽媽當然就是慈母啦 對 所以 在我的心目中 父親節 我覺得 倒不是說 特別的難一天 而是我們對父親 我們對父親的想念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能 也都有機會當父親 心理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因為她帶給你的 她在生在世 她帶給你的任何一切 都是非常的 永遠令我懷念 所以我覺得我的父親對我的感受 對我的影響很深 那 我很希望說 所有全天下 當父親的 二當孩子的 你們都要記得 在欺負這個父親節的時候 也給爸爸一個禮拜 8月8號 父親節的音樂會 大家也要請您 一起來 共襄盛舉 為父親的歌 為父親的歌 為父親的歌